好日子來了嘛 才去一個月 剛好碰到一個輔導長 有點怪怪的 他是在大馬路旁邊 抓著我的頭髮 當下我真的是多重打擊 女朋友沒有 對 同樣出道的 他不用當兵 他要當兵 進去當兵又被霸禮 還有爸爸的事情 所以有一條新聞鞋 他在部隊 曾經想不開 對 做了一些傻事 當了個兵 然後搞成這樣 就已經是絕望 就覺得說 好 我人生應該是氣溜溜 他還有意見 我每次錄完影 他坐完車到我家去吃晚飯 睡在我家 睡到天亮亮 吃喝拉撒 對 還玩電動玩 真的 譬如說他今天去看預售屋 他開進去人家說 不行 你看喔 你不能看喔 他就很生氣 他就跑來找我說 那個預售屋不讓我看耶 對啊 超奇人耶 師傅你會不會陪我去 好啦 我陪你去 我一開到那邊 不過這雙重的壓力 我覺得他在部隊裡面 還要聽說被霸禮 我一直都是野戰後兵 就是其實還相對來說單純一點 但是後來被調到義工隊 我以為好日子來了 才去一個月 剛好碰到一個輔導長 有一點怪怪的 他是在大馬路旁邊 抓著我的頭髮 幫我巴掌 當下我真的是多重打擊 女朋友沒有嗎 對 同樣出道的 他不用當兵 他要當兵 進去當兵又被霸禮 還有爸爸的事情 所以有一條新聞鞋 他在部隊 曾經想不開 對 做了一些傻事 但是怎麼救火了 我也不知道耶 就莫名其妙就沒有收我 因為其實如果遇到一種 就已經受不了了 還遇到這麼的同事 遇到這麼多種 如果求助有心理醫師 你會怎麼辦 基本上我們會跟他說就是 往別的地方發展 這些事情在過去回首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 真的很迷惘 當了個兵 然後搞成這樣 就已經是絕望 就覺得說好 我人生應該是氣溜溜 他很好意見我 我每次錄完影 他坐完車到我家 去吃晚飯 睡在我家 睡到天亮這樣 適合拉撒 對 還玩電動 確實在 強迫師父幫我買一個賽車 我說我要玩賽車 有車 前面還有一個螢幕給他開 吵死了 我都忘掉了 但是我覺得他好努力 一直在選這些 沒停過 動力十足 我那時候是計身上游 好快樂 那是我人生最快樂的日子 而且那時候有談戀愛 不是他一個人出來我家 兩個人 是兩個人 瓜哥真的好高興 他甚至照顧到我什麼程度呢 他連我買房子 他都找風水師幫我看 他的銀行貸款 我幫他保證 他幫我 幫我當保人 他付不出我要付嗎 真的 他會很計較這件事 比如說他今天去看預售屋 他開進去人家說 不行 看喔 你不能看喔 他就很生氣 他就跑來找我說 那個預售屋不讓我看 對啊 好奇了 師傅你會不會陪我去 我老婆陪你去 我一開到那邊 你先來 請進 好 我現在可以 反正我四十幾歲 我十二塊 我跟你講 民水路 民水路那一間叫 類似像清井澤 清井澤 對 那個是那樣 因為我那時候衝浪 我開一台皮卡 開過去 然後他說先生對不起 請問你是要修東西嗎 我說什麼修東西 還要沒有空屋 我要買它 沒有啦... 然後瓜哥一下車 那個保全說 胡仙 胡仙 有一戶 保留戶 兩層樓的 最頂樓的 最頂樓的 對 他會對的時候 很生氣 會有人有這種比較心情的 我覺得會耶 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要穿得要很得體 人家看會是 我氣到變成我的一個動力 我後來賺了錢之後 我就買大直了 你不要亂報復買大直 對 但是那個是 我也不差 一 二 三 十六 十六 那最少是大直 都不 還是看得到河岸嘛 對啊 像移民這樣子 對